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解释 第三季是给免疫力系统有问题或有病死导致免疫力低下者 一般是需要定期去医院或诊所复诊的人 不过如果60岁以上热灵人士是属于免疫力低下者 也同样是施打第三季 罗斯玛瓦迪说 由于目前符合接种加强针的民众非常少 卫生局会通过电话直接联系方式通知符合条件的目标群 去指定政府诊所 私人医院或诊所接种疫苗 他说 有关政府诊所 私人医院及诊所的名单将不时通过媒体及社交媒体管道向民众公布 以方便民众预约 一名正在办理离婚手续的军人 今天下午一点多手持步枪 开枪射伤 叶母左手臂 在制红身亡 这起枪击案是在马当甘邦高隆发生 制红身亡的军人是30岁的乌裔男子沙阿里 在短廊 军营服务 他生前已22岁妻子亦有一名两岁的孩子 由于感情亮红灯 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据了解 死者参与冠病巡逻工作 今天早上正常止情 不过却在中午时分 用租来的车子来到叶母家 要求妻子陪同外出被拒绝 相信一时失去理智 而手持步枪射伤叶母的左手臂 过后再自轰身亡 一名男子昨天下午把摩托车 停放在四角Desa Villa 一家汽车零件供应商店旁边 去附近饮食店打包食物时 一时忘了拔掉摩托车的钥匙 结果摩托车被人偷走 切贼的一举一动被附近电屋的 闭路电视录制下来 目前警方正在追查切贼的身份和下落 视频内可以清楚看到 贼图是一名皮肤又黑的青年 他在电屋徘徊 来回观察及打量三辆停在该处的摩托车 过后发现四组摩托车的钥匙没有拔掉 观察和确定现场没有人后 便骑走摩托车 以上就是今天的重点新闻 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带你60秒快速了解精英大学 全名为 Higher Education Learning Philosophy 自1986年建校至今 以卓越的教学与师资 已经发展成马来西亚高等学府的佼佼者 作为一个秉持着 让学生透过教育 协助人们踏上成功之道 并开创成功人生的校园 这里是一所具有高质量和领导文化的大学 并着重于良好的学术标准 持续改进以及学生和职员的人才肯育 成为一个能提高职业发展建立终身价值观 和成就个人的学习体验平台 这里特色是一所城市校园 可以从国共交通直达校园 目前校园拥有两所校区 一个在白沙罗岭 另外一个在书邦 两所校园都各具特色 提供学生完善的学习环境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精英大学 赶快点击以下的链接 我是Demo学长 我们一起成长